新北市三重区今天早上金船行车纠纷 而且街头有人亮枪吗 警方获报之后立刻发动拦截围捕 但拦到的还是前立法院长王津平的坐车 当时那么前院长人就在车上 亮枪的还是保留警察大队的随行警卫官 原来警卫官是因为无信男子车辆一段的禁逼 担心那么看到前院长的安危才会拔枪警戒 驾驶摇下车窗接受盘查 疑问之下不得了 他是前立法院长王津平的驾驶 只是为何无辜被远警拦了下来 他一直堵了 车上有拿东西吗 有没有 有带枪啊 水货有带枪啊 他招你一个人吗 车内一共三人 包括王津平在内 原来是因为遭人逼车 时间到回事发当下 前立法院长王津平准备去参加 卢州某间大学的校庆 在撩在行车过程 黑色轿车一直紧跟在车尾 最后并排停等红灯时 王津平坐车驾驶不忍 摇下车窗对他示警 我们的警卫官在车上 看到车子被逼车 那基于维护王津平院长人身安全 在车内做一个持枪戒乎的一个动作 双方当时因为索减道路 导致产生行车纠纷 没想到无形驾驶却一路逼车尾随 王津平坐车上的零星驾驶 先是开窗警告 而副驾驶座的正姓警卫官 随即在车内逃强警戒 遭对方一眼就看穿 原以为是歹徒 吓得他赶紧报警 民众一开始当然是很惊恐 他认为说光天化日 只是外界都在质疑 王院长都已经退休了 怎么还会有随护 固定时间要重新申求 有的三个月 有的六个月 有的一年 那这个是我批的 公文是我批的 我印象中好 应该是王院长是批一年 虽然警卫官是基于前院长的人身维护 但大白天开车开到一半 一把黑枪在眼前 之后证明是误会一场 但有没有必要到要亮枪 也掀起一波轮战 记者娱乐为传听入新北 采放报道